李隆基,这位唐朝盛世的缔造者,却在晚年做出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一日之内连杀三次,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明君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残忍? 传言他因迷恋女色而失去理智,但这背后的真相真的如此简单吗? 为何这位曾经一名神武的皇帝会在一日之间痛下杀手,亲手终结了自己三位儿子的生命? 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宫廷斗争和新三往事?开元盛世,一个帝王的崛起之路 公元712年,李隆基登基成为唐朝皇帝,改年号为开元 这位年轻的帝王并非平庸之辈,他的成长经历已经为他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李隆基的少年时代正知武则天当政,亲眼目睹了权力的残酷 神龙政变后,他又见证了唐中宗软肉无能 朝政落入为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 这些经历让年轻的李隆基深刻认识到 要想掌握真正的权力,就必须亲自动手 于是,李隆基联合姑姑太平公主发动了唐龙政变 他带兵入宫,朱沙为皇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 扶持父亲,李诞再次登基,这次政变让李隆基成为太子 但权力的游戏并未就此结束 随着李隆基的势力不断扩大,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七二年,李诞见势不妙,主动将皇位善让给李隆基 四年,为了巩固地位,李隆基再次发动政变 彻底铲除太平公主势力,逼迫其自尽于家中 通过这两次政变,李隆基不仅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更重要的是,他亲身体会到了权力的滋味 这种经历让他对权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渴望 也为他日后的决策埋下了伏笔 登基后的李隆基雄心勃勃,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致力于肃清政治,恢复民生 在一众贤臣的辅佐下,唐朝很快就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是称开元盛世 然而,就在李隆基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盛世荣光时 一个女人的出现,却让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逐渐迷失了方向 红颜祸水,舞会飞的登场与砖宠 在中国历史上,后宫嘉丽往往被视为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唐玄宗李隆基的统治生涯中 就有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女子,舞会飞 舞会飞的父亲是武则天的堂职 但在他年幼时就已去世 武则天联系这个宗族后人,将其接到宫中抚养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这个长相秀丽 性格温顺的女子最终成为了李隆基的宠妃 然而,李隆基的正宫王皇后多年无子,渐渐失宠 李隆基甚至一度想废除王皇后的位置 但碍于王皇后贤良淑德的民生一直未能如愿 直到福宴事件的发生 李隆基终于找到了废除王皇后的借口 废后之后,李隆基自然想立自己的宠妃舞会飞为皇后 但此时,朝中反武声音甚已消沉上 大臣们担心武慧妃会重蹈武则天的覆辙 坚决反对 无奈之下,李隆基只得将其封为妃 但大禹却与皇后无异 武慧妃虽然未能如愿成为皇后 但她的野心并未因此而消减 相反,这种受挫反而激发了她更强烈的权力欲望 她深知要想在这个男权社会里获得真正的地位 就必须生育皇子,并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储君 于是,武慧妃开始了她的生育大计 她前后为李隆基生下七个孩子 其中四个是儿子 然而,由于年龄较小 这些皇子们在皇位继承序列中并不占优势 这让武慧妃倍感焦虑 也促使她开始谋划 如何为自己的儿子铺平登基之路 随着武慧妃日渐受宠 李隆基的其他三个宠妃逐渐失事 这让他们的儿子 太子李英、恶王李瑶和光王李居都感到不安 三兄弟经常私下抱怨 却不知这一切都落入了武慧妃的耳中 武慧妃抓住这个机会 向李隆基进谗言 称太子有谋反之心 意图加害自己和儿子 当时正值武慧妃圣宠之时 李隆基听信了这些传言 一怒之下就要废除太子 幸好朝中还有如张九龄等政治之事 他们其力劝阻 这才让李隆基暂时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然而,这只是一场风暴的开始 更大的阴谋正在武慧妃的心中欲念 朝堂上的民争暗斗 随着武慧妃的势力不断壮大 朝堂上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曾经力挺太子的张九龄被贬持 取而代之的是善于察言观色的李隆府 李隆府深谙宫廷政治的险恶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武慧妃的野心和影响力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李隆府开始频繁向李隆基进营 称赞武慧妃的儿子们如何优秀 以此来讨好武慧妃 这种做法也加剧了后宫的矛盾 太子李一和其他皇子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受到威胁 然而,在强大的武慧妃面前 他们却无力反抗 与此同时,李隆基的统治风格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曾经历经图治的开源盛世缔造者 如今却日渐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 他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武慧妃身上 对朝政的关注度明显下降 这种变化被一些老臣察觉 他们开始担忧唐朝的未来 然而,在武慧妃的专宠和李隆府的助纣为虐下 这些忧虑的声音很快就被压制下去 朝堂上一场看不见的博弈正在上演 武慧妃和李隆府联手 逐步排起一起 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而太子李因等人则在这场权力游戏中节节败退 处境日以皆难 就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 武慧妃终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准备一举铲除太子等人 为自己的儿子扫清登基之路 金天阴谋一日三死命丧黄泉 公元737年4月 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 却成为了唐朝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 这一天武慧妃精心策划了一个金天阴谋 他谎称宫中有贼人意图加害李隆基 借此召唤太子李因 路王李瑶和光王李居入宫护驾 三位皇子毫无防备 带着随从进入皇宫 就在三位皇子刚踏入宫门不久 武慧妃立即去见李隆基 声称太子等人带兵入宫 意图谋反李隆基闻言大怒 立即下令将三人拿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无论太子等人如何辩解 李隆基都已不愿相信 然而作为一个曾经移民的君主 李隆基还是犹豫的 毕竟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其中还包括国之储君 如果处置不当 很可能引发朝政动荡 在这关键时刻 李隆基询问了宰相李林府的意见 李林府深知此事的敏感性 他巧妙地回答道 这是陛下的家事 我们做臣子的不便智慧 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实际上给了李隆基一个台阶下 最终李隆基做出了一个令后世震惊的决定 将三个儿子全部贬为庶人 并在当日内秘密处死 就这样 在武惠妃的挑拨离剑 和李隆基的盲目信任下 三位皇子命葬皇权 这一事件不仅是一个家庭悲剧 更是整个唐朝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然而 这场阴谋的主谋武惠妃 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安宁 在谋害太子等人后 他开始饱受良心的折磨 每当夜深人尽时 武惠妃总觉得三位皇子的冤魂在锁命 这种精神上的痛苦 让他日渐憔悴 最终一病不起 讽刺的是 即便在武惠妃病逝后 李隆基仍然对他念念不忘 他甚至追封武惠妃为皇后 可见其对武惠妃的宠爱程度 盛极而衰 从开元盛世到安室之乱 武惠妃的离世 对李隆基造成了巨大打击 失去了心爱的女人 李隆基变得愈发昏庸 他开始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对朝政的关注度越来越低 就在这时 李隆基听说 自己的儿子 受亡李昌的妃子杨玉环 美貌绝伦 在欲望的驱使下 李隆基不顾伦理刚长 将儿媳杨玉环 照入宫中 并对其宠爱有加 杨玉环的入宫 标志着李隆基 彻底沦为了一个 沉迷女色的婚君 他将大量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了取悦杨玉环上 朝政日渐荒废 与此同时 朝中奸臣当道 政治之势被排挤 民间运生在道 地方势力不断作大 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安史之乱 埋下了伏笔 公元755年 安路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 史称安史之乱 这场持续了八年的战争 彻底摧毁了唐朝的繁荣局面 李隆基被迫逃往四川 在途中 朱将甚至逼死了 他深爱的杨贵妃 安史之乱后 李隆基被迫退位 由妻子李亨继位 视为唐宿宗 从此 唐朝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再也没能恢复到 开元盛世的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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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